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第二首歌 陈修霞演唱的第二道彩虹 陈修霞他出生于香港的豪门 八岁就开始学习钢琴 十五岁已经有了这个职业的水准 并且通过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 八级钢琴的演奏优选 1975年他的处女座 就已经获得了这个歌曲 创作比赛作曲跟这个演唱的优胜 那台湾导演宋存兽 发掘了陈修霞的这个表演天赋 1976年陈修霞就演出了 根据自己的故事改编的电影《秋霞》 是一部他出道的第一部电影 立即获得第十四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创下了这个影后最年轻的这个记录 那从1976年到1980年这段期间 他在荧幕上总共演出十多部的电影 那影片的类型 这个除了客串的演出这个军教片 《古龄头大战》之外 大部分都是这个时装文艺片 那1978年国民党经营的这个 中国电影公司 每年他都要拍摄几部配合政策的 这个叫做励志电影 于是电影《一个女工的故事》 就这样被拍摄出来了 而主题曲就是由这个女主角 陈修霞来主唱 但是观众朋友 你不要被这个电影名称给误导了 这个电影名字 虽然叫做《一个女工的故事》 实际上它是讲三个 际遇完全不同的电子厂女工的故事 那虽然 号称是在高雄加工区 这个当作外景 但是编导 其实他们都没有这个工厂生活经验 所以应该说是 编的烂 倒的烂 演的也烂 除了这个电子工厂的那个场景 算是比较写实 可以让我们看出 当年这个电子工厂的样子 其他这个编导技巧 跟这个琼瑶的这个三丁文艺片 可以说是同样的殊不可耐的 那这个女主角陈修霞 她是扮演一个勤劳 又不爱慕虚荣的女工 她在工厂下班之后 就留在家里 帮忙做手工塑胶花 那最后 当然就是被这个小老板看上了 也就是这个男主角琴祥林看上了 那琴祥林就拒绝了这个父母的安排 她不要娶富家女 要娶这个女工陈修霞 那这一段这个芭蕾的剧情 这个其实就跟这个琼瑶小说一样 那反正 这个就是台湾这个电视剧 其实都几乎都是一模一样 反正就是这个高富帅的男主角 遇上了这个小笨女的这个女主角 那这个总是就是爱 怎么讲呢 这个副总裁总是爱这个小职员 满足了这个女生上班族的这种变态梦想 那这种烂戏在台湾五项剧 她其实演一百年 都还是同样的剧本 那至于这个女主角陈秋霞 她是香港富商的这个千金 她音乐造诣也很好 她是这个钢琴演奏家也是作曲家 所以她主演的这个电影 大部分都是她自弹自唱的 那可是这个一个女工的故事 这部电影她真的就是很会唱 但是她其实是不会演戏的 那更没有办法演这个穷人 那这个就有点像是周杰伦 你要她演电影 剧本只能照着她这样去量身打造 因为周杰伦她只会演周杰伦 那陈修霞也是一样 她只会演陈修霞 她们是明星 但她们真的不是演员 所以说她们只能演这个 就是演给自己的粉丝看 那至于我们今天要介绍这首第二道彩虹 其实她跟陈修霞主演的那个电影 是一模一样 那她也是在剧中就是负责演唱主题曲 这个是陈修霞跟这个导演受成寿 还有男主角钟振涛 他们在1976年合作第一部电影 这个邱霞之后 获得了第十四届金妈奖影后 三年之后 他们三个人再次合作 那第二道彩虹也是由这个陈修霞自演自唱 那男主角钟振涛她是讲说她是一个香港的一家 这个广告公司的负责人 跟模特儿这个胡依梦在事业上合作得非常成功 那已经论几婚嫁了 但是在胡依梦生日那一天 钟振涛就发现胡依梦另有心欢 伤心之下就认识了这个歌星陈修霞 于是就邀她来拍广告片 两个人在工作中就相识 然后感情越来越深 但是胡依梦又回过头来想要跟钟振涛合作 于是剧情就围绕在三个人的爱恨情仇里面打转 那陈修霞她的电影 其实就跟周杰伦的电影一样 这个剧本只能为着她量身打造 因为就是讲说周杰伦她只能演周杰伦 陈修霞她只能演陈修霞 他们是明星但他们真的不是演员 所以他们就是永远只能演给自己的粉丝看 而这一首第二道彩虹 也就是陈修霞自己唱的 他真的是很会唱 但是他真的就是不会演戏 2017年在报纸上就传出讲说 陈修霞罹患了乳癌 已经切除了左边的乳房跟肿瘤 钟振涛也在脸书上写下了 《秋霞加油》 当时也有很多的歌迷在为陈修霞打击 陈修霞其实他在24岁就嫁给了钢铁大王 马来西亚金师集团的总裁钟庭森 他也坦言讲说自我要求不高 不认为自己的电影跟音乐有什么艺术价值 他就说我很幸运遇到我的老公 电影公司老板也很支持 让我能够去找好归宿 所以我就索性去嫁人算了 这几年陈修霞就是专心学习书法 还有山水画 来谈举办画展的时候 他的富豪老公不但就是讲说 那个时时的香水 而且陈修霞跟记者交谈的时候 他也毫不避讳 现场就大谈到 当年跟钟正涛的成年情侄 陈修霞他也不怕老公吃醋 他就甜蜜的喊说很幸运的遇到现在的老公 陈修霞说他自己17岁的时候 当时在香港出道 透过经纪人的引戒 就跟温拿五虎的这个 这个谭永林啊 钟正涛啊 就一起吃饭 陈修霞就笑着说 当时啊 我就是一个小姑娘 遇到这个大明星了 吓都吓死了 那完全不敢动筷子 到时啊 他们就是讲说 两个人都很亲切的帮我夹菜 于是啊 两个人又这个比赛吃这个叉烧包 一下子就吃了这个二十几笼啊 那个讲说真的啊 看到大家都就是看到就饱了 但是啊 过没多久啊 陈修霞跟钟正涛就在香港传出了绯闻 那陈修霞就说啊 那个前几天啊 他还收到了这个小女儿的男朋友啊 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啊 就是当时啊 传出啊 他要跟这个钟正涛啊 就是那个 就是他发现钟正涛披水 另有新欢之后 陈修霞决定要分手 于是就立刻前往台湾去发展的这个 这样这份的新闻简报 我想啊 大多数的歌迷啊 其实都还是希望啊 陈修霞的身体啊 能够尽快的 健康能够尽快的恢复啊 那回到当年啊 大家喜欢的那个 活泼开朗的针修霞